觀音山的化石 我剛才去探索這個觀音山的化石 那因為沒有找到化石啦 所以蠻可惜的 然後我在山上亂逛 逛到這個 大家看 地上都是這個石頭 這個地方呢 因為有這些石頭所以就值得 值得來觀察看看 看看有沒有玉石 這個磚頭 觀音山 觀音山的情況跟其他地方不一樣 因為觀音山的玉石 它是屬於沉積 沉積的那種 像是鵝卵石啦 還有沉積水洗過的玉石 那這種地方呢 你要找玉石 你就要找石頭多的地方 跟那個...怎麼講 山明啊 無寮那一代不太一樣 那一代你要找的是賣城 那個礦賣啊 也許石頭 石頭呢 有縫啊 產生那個玉石 這樣 然後這種地方 觀音山 像這種碎石頭啊 就算是有鵝卵石的地方 你都要看 因為它可能呢 可能會有夾雜的一些 水洗過的 水洗過的玉石 像這顆 你看 亂找又找到一顆 雖然很小顆啦 那這是觀音山的玉石 觀音山的玉石 然後現在呢 因為天色不早了 已經快五點半了 五點半 我還在山上 所以 玉石呢 看不太清楚 這顆 這顆 這顆也是玉石 雖然很小顆呢 但是呢 你往 有石頭的地方找 就有機會 所以在觀音山探索玉石 就是找這種 有鵝卵石 有鵝卵石啦 或者一些火山岩 的地方 來尋找這樣 所以說呢 有空呢 多出去走走 是很重要的事情 像這個地方應該是 應該是通往墳場了吧 然後 這裡 可能人家最近有 有稍微慶一下 否則我以前經過 好像 沒有注意到這裡 沒有注意到 又是一顆 小玉石 小小的玉石 石頭很多 玉石很少 但是沒辦法 這個 好的地點呢 不容易尋找 我想上面應該是 會不會是人家的墳墓 好 沒錯 這個通道人家墳墓這邊 好吧 我這邊 再簡單看一下 就 趕快離開啦 天色不早啦 天色不早 所以現在 7月了 7月 很慘 小的要命 很慘 浴石一點點 果然 果然這邊沒有什麼浴石 不過呢 有石頭呢 就有機會 只要有石頭 有母源的地方 你都可以尋尋看 或多或少 都有這個 浴石啦 好啦 這個點算是 臨時 臨時最佳的 我也不知道 這個地方有 這個所謂的浴石 又一小顆 小小的浴石 好吧 那今天呢 這個 這裡就拍到這啦 今天的 觀音山之旅 我剛才拍了別的地方 那這邊 臨時追加了這個點 然後 稍微看一下 就 浴石很少 非常的貧疾 那這個 探索呢 就是這樣 有機會呢 就多觀察 有機會 就去多觀察 然後 也許 運氣好的時候 也許 就會有 好的收穫啦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也沒有關係啦 就當作一個 運動 健康 好吧 那 今天就拍到這啦 祝福大家 祝事順利 身體健康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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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